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锥体的组装 选小锥及中锥锥片 以小锥编号A02为例 中锥四片编号分别为A02 B02 B02 C02 C02 D02 D02 A02 中锥组装 将中锥四片向连边按A02对A02 B02对B02 C02对C02 D02对D02对应放好 中缝放好海绵胶条 所有海绵胶条必须长出弓箭5至10厘米 穿上螺栓 等四片全部连接完后将螺栓紧固好 分体舱中锥组装完成 大锥四片组装同中锥 小锥为单个焊接件 不用分片组装 将小锥与吊具连接好 三脚架 钢丝绳及卡锯 确保吊具吨位 然后吊起小锥 予以组装好的中锥小口端法栏指示箭头对准 并在中间加上海绵胶条 横缝与竖缝连接处 必须抹密封胶 用螺栓紧固为液体 将小锥与中锥组合键吊起 采用同样方法与大锥连接为液体 横缝与竖缝连接处 必须抹密封胶 整个分体下锥组装完毕 上锥组装同下锥中锥方法 下锥与同体安装 向前 Sehr解放 小锥组装与同体安装 好 下锥与同体安装 即第一节的四条连接树缝 位于第二节的每片中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第三 四 五 六节及上锥 都采用这种交错连接方式 仓体的各安装缝隙 同样加入海绵及密封胶 并用螺栓紧固 与上锥组合体安装 与同体安装相同 支腿安装 先将每根支腿法栏 与仓体下锥底座法栏连接 注意鞋称连接板方向 鞋螺丝不能紧固 然后将水平及鞋支撑曹钢 连接到支腿上 调整好尺寸 紧固 紧固裸摺 最后放入平台 尽量管 外踢护栏 为栏料位安装 将尽量管按照相应的位置安装焊接 再根据相应方向 和外爬梯 再将护栏用螺栓连接 根据爬梯的尺寸 和上料位做 及下料位做 围栏 围栏与仓体焊接 并且围栏口 对梯子出口 下锥破拱器座 器柜安装 立仓安装 立仓之前 应先将灌体所有螺栓紧固一遍 因料仓 及仓体在地面压放翻动 有松栏栏 有松栏楼栏 到后面腿子 做敌生意粉 屏中消散就愿意板准备住 由于雪尔弥漫固一遍 有松栏 板処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